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很多投资者都会感到恐慌害怕 但是你回过来看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当你看到上个礼拜五 美国指数重挫309点的时候 隔周一也就是这礼拜一三天之前 台股开低盘中最低打到7980点之后 你今天整个台过来看 刚好是这一波短线短期间回檔的最低点 7980点 刚好是最低点 那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跟投资者讲清楚 其实股票市场永远不会改变的宿命在那边 底部都是利空 而头部都是相对都是一个利多 而很多的投资朋友 包含很多的专家 在股票市场犯的最大毛病在那边 就是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 不然就是死多头 甚至是死空头 不是死多头 就是死空头 不然就是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 那看到整个前几天打下来 全市场看到原油跌 看到美国的垃圾债均在跌价 讲得非常的恐慌害怕 那请问投资朋友 原油有没有在昨天开始做跌升反弹 对不对 那整个美国因为要可能在整个 应该是在整个今天晚上 今天礼拜四 也就是今天礼拜四清晨三点的时候 应该是有机会宣布做个升协的动作 那我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想从整个大盘指数 十一月初看到高点 八八七一点 我们很清楚明白告诉投资朋友 这一波你要提防外资会沿路大卖的 大卖到整个十二月中旬 也就是美国升息之间 那我相信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整个行情到目前为止 就大盘加均指数 完完全全都在我们时间掌握当中 方值在八千八百五十点 我们就告诉你 这盘会跌到哪边 跌到十二月中旬 跌到这礼拜 而且我讲美国升息前后 不一定会等到升息的当一天 才会利空出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明明全市场都知道 美国升息是利空出境 那事先的买盘 早就在昨天 甚至今天 已经做了卡位进场的动作 那你也知道 我们是从七千两百点 但你做多上来 我们不是死空头 这边放空到这边又被 过去这三个月都是在放空的 之前被人家 一千六百多点 其实到现在为止 手上还有很多空单 万一空到生计股 万一空到太阳的股票 目前空单还被惨嘎当中 对不对 还不晓得该怎么做回补的动作 是不是 那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讲嘛 美国升息果然利空出境 这个完完全全都验证 第二个 我要跟投资者分享的 就是说 其实回过来看 最近这三个月以来 如果你看大盘家群指数 其实就是一个大区间嘛 我为什么说一直在 节目当中 一直在FB股市群会里面 所po的文章里面 跟投资者讲说 借盘指数你摆一边 重点就是在选股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朋友 为什么说你指数 一直叫你摆一边 因为你只要买对股票 不论这一波大盘指数 回檔的900点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股票 一样可以持续的 包含我们 你看我们在操作股票 东阳今天不是持续的写下 整个今年的波段 新高上去嘛 你的股票一样会大涨 再写新高 对不对 那同样到底 在这个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买错股票 哪怕今天大盘涨100多点 还有股票今天还在破底 连去就不去 这个重点就是在一个 选股的一个逻辑 那过去这三个月以来 你会发觉 上档就是来到接近连线附近 8871接近9000点连线上下附近 下档不论是在这边 当时10月份这边 7800多点的10年线 这一波来到7980 也是逼近整个10年线附近 如果过去13个月 请问个头吃朋友 你现在回过来看 大盘指数 有像空头专家讲的那么可怕吗 有讲的那么恐怖 这个盘崩盘了吗 有崩盘了吗 没有嘛 就是一个区间嘛 对不对 你这样仔细回过来看 个头吃朋友 现在这个大盘是一个区间 上去来到年线之后 再回到10年线 就是最近这过去这三个月 就是在10年线 对不对 这边叫做10年线 在10年线 跟年线之间 一个区间震荡打底 区间震荡打底 过程当中 我们说如果你买对主流股 你根本不怕怕指数的回撤打底 不管是区间的打底 或者这一波从8850回撤的打底 你都不用怕 你只要买对股票 你一样可以在股票上 成为少数的赢家 但同样的 过去这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把信杰老师的建议 听下去的 你买金融的 你买瓶盖股的 你买一些原物料的 你买一些 产业基本面很差的电子股的 那你这一波 你真的就会受到重伤 但是你这些族群 其实你很清楚 我们早就在节目当中带你避开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是跟同志们讲 第一主流叫做什么 生计 第二主流叫做太阳人 主公 生计 太阳文 为辅 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操作 那你也很清楚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这样操作 真的是股票市场的赢家 那就拿一档股票跟你分享 我不要谈最标的中域 也不要谈最标的浩鼎 其实你会发觉股价都已经写下历史新高了 就拿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 每天在跟你分享的 生计股的基优生计股里面的4105的东洋 各位亲爱的投资 你看看东洋今天股价 韩中最高来到120块 收盘还是收红的 再度的写下整个 最近这一两年的破段新高 对不对 今天再度创下整个破段新高上去 那你会发觉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他从80几块涨到今天120 又涨了多少 40% 这过去这涨40%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也讲了 为什么说你买对股票 你根本不必太担心大盘指数的震荡 大盘指数这边回挡了将近900点 下来回撤打底 你买对主流 你一样可以赚了40%起来 何况中间我们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做了两趟的价差 这个你都很清楚 一趟1103到115 115卖掉之后 在什么前天 礼拜一大盘指数打到8000的时候 107块再买回来 今天又来到120 这个你都知道的 而且不是说做去这段时间 你看你买东阳是赢家 我们再看 如果以今年而言 今年整个台股 从4月底看到万点下来 你看台股从万点下来 或者不管说我刚刚讲的 8%7%的这波下来 请问个头说你仔细看 如果过去这半年多以来 你是跟紧信杰老师的脚步 我们这档股票 从之前的低档70几块 过去这半年来 怎么把你追踪 带你坐上来的 一波一波一波 对不对 三大波的操作 搭配短线的价差操作 你看指数虽然在打底 东阳从70 到时候第二次买80 这次85 然后股价今天 已经来到119 120三下附近了 股价是在走多头 但是如果你太在意指数的投资朋友 你会真的赚不到钱 但是回过来看 如果过去这半年来 或是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 你是相信信杰老师我的人 你是跟随我们脚步的投资朋友 你买东阳投资朋友 你到今天为止 你是赢家还是输家 换言之 每天叫你违言耸听 叫你放空的投资的专家们 生技股的东阳 空单已经被嘎到爆掉 不敢谈东阳的空单了 对不对 之前一跌下来就说 我们去放空东阳 东阳今天创新高了 你看他敢不敢 他还谈他手上有东阳的空单 根本不敢谈任何生技股 甚至太阳的空单了 为什么 因为空单早就被人家 嘎空嘎到爆掉了 对被嘎到外太空去的 我想这个投资你都很清楚 好那你看 如果这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你买对的股票 也就是买到对的股票 你根本不必担心指数的震荡 你觉得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你觉得信杰老师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来跟投资朋友讲 GEO的生技股涨不停 那股价能够涨不停 动不动 每隔几天 我就来给你创个历史新高 创个什么 今年波段新高 那代表的股票涨不停 你就可以 跟着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一样 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不停 当然今天看到东阳创新高 也非常除了我们家族成员之外 今天也非常多FB的股市群 因为的投资的粉丝团的 投资朋友们私密我 都说非常感谢信杰老师我 这一波 没有我们这么大无私的 跟投资朋友 直接在节目当中公开分享的东阳 今天再写新高 你看多少我们FB粉丝团 投资朋友们 多少我们股市群位的一个忠实观众们 这一波到今天为止 我想真的不用我们多讲 股票写下新高 是探钱的了钱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赚钱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甚至包含之前我们跟你讲的 十一月营收写下历史新高的大家 你看之前冲到一百二十几 也是写下最近这两年新高标的 拉回到之后 震荡打底来到百元附近 你看在上海今天又来到一百二 当然短线来到这边一百二这边 他也要一样可能要像东阳做个区间震荡 那你也可以波段操作 搭配短线的加差操作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叫买对的股票 那你会发觉同样这段时间 万一你买错股票 报错股票呢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只会 带你做多做多每天喊多多 当然我们每天带你做多生计股 带你带你做多杀羊的 到目前为止 你很清楚这是对的 那同样的大盘指数有风险 这波高霸电影回檔 我也帮你掌握到了 那这波的弱势股群 我们有没有带你避开 空头弱势股群 我们说你不要做 包含金融 包含瓶概股 你看我多少 这两个月来 我更花多少时间 跟你谈瓶概股 说实在我没有瓶概股 我们家族成员 没有任何瓶概股的多单 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些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 可能手上瓶概股的股票 我希望你避开风险 那你看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有听我的建议 你还卖掉瓶概股的人 然后从瓶概股换到 政绩股的人 早就已经解套获利 一样成为赢家了 对不对 那谈到整个瓶概股 我说一样指数在大区间震荡打底 这个很重要 你这个观念一定要抖 一样大盘指数在大区间震荡整理 你看到的瓶概股 当然跌深的会有反弹 对不对 你看到瓶概股 可曾经也破底 前几天在这边 我要跟你讲你要小心 那你瓶概股的看法没有改变 短线会有反弹 但是波段应该是要跌到明年去的 因为明年中以后 对不对 明年中以后下半年 苹果才会出新机了 甚至台郡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路下来破底 你看大盘今天就算涨100多点 刚刚报到错的股票 今天大盘涨100点 你一样股票继续破底 对不对 这个叫做重点的Mega在这边 我还是再跟你谈调一次 当然 你如果这个观念 这个思考逻辑 你想通了 这个观念你通了 我相信你从明天开始 你一样可以跟着 股市秦桧欣杰老师的家族成员 一样在股票市场赚大钱 那就是大盘指数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听清楚 大盘还是一个大区间打底的格局 但是空头弱势股票 最近跌升了 翻拌 跌升一定会有反弹 但是反弹请你避开 准备做换股 然后唯有在这个大区间打底过程当中 不要怕 你真的不要被那些空头专家吓到了 空头专家到现在为止是最大的输家 你自己很清楚 最近这三个月也是最大的输家 你不要被空头专家吓到 你不要怕指数 你现在就是好好的专心的 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 挑好的股票 什么叫好的股票 获利持续成长的标的 东阳为什么股价今天可以写下新高 我相信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不断在节目当中 我在FB股市群会里面 我上次在台北所办的每一场活动里面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东阳今年获利 几乎挑战挂牌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第二个明年的东阳获利 几乎可以叫今年获利几乎倍增 明年东阳可以赚到多少钱 我想爱玉有时候是在节目当中 我不方便公开场合讲 可是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从整个这波 从八九十几块 八十几块涨上来东阳 我怎么追踪它的基本面 我告诉你了 我在FB股市群会跟你讲清楚 明年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当然这是个预估值 但是你知道股价是在反映未来 如果东阳获利 明年可以叫今年倍增 如果以东阳明年获利 来看当时在八十几块 当时在九十几块 当时在三天之前 杀钢基金有没有 东阳也还有才103 104 105你都买得到 我说本益比才十几倍 这个就是为什么指数在震荡 我们股票可以写下 新高的原因留在这边 所以你看 包含在整个生计股的操作 不论说之前的这波的生计股 你看所有类股族群里面 唯有站上所有均线 而且连线走平方向形成多头排列的 我相信我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大家都在一起 第一个叫做生计 好 那生计股短线回撤到季线 我们在这礼拜一的时候 有没有很清楚明白跟同事讲 第一次多头回撤季线 你不论是做短线的 或者你做波段 我有讲过上来会再下来震荡 应该是会这样子上去 整个生计股应该是会这样上去 不论是做短线的 或做波段投资朋友 我说你当第一次在季线上下附近买生计股 你的胜赚高达95%以上 那你看你如果在礼拜一当天 甚至在昨天早盘 你去买生计股 你要做波段的 你要做短线的 今天再冲高 昨天大涨生计股大涨 今天早盘再冲高 你有沒有价差可以赚 我相信都不用我多讲 你都很清楚 你都不论做短线 做波段都赚得到大前 好 那现在重点来的 我在投资朋友现在最关心的 也是最近这几天 很多投资朋友 跟你分享 这档小棕玉 对不对 那你知道 我无条件在跟你分享的标的 你也知道吗 没有 真的你在前两三天 你有沒有回过来想一想 你只要跟我们线上符文 联络上的投资朋友 請问花你多少时间 对 无条件的跟你分享这档小棕玉 花你多少时间而已 第二个有没有造成你任何的负担 没有嘛 没有任何让你在经济上的负担 我无条件的大无私的 跟你分享的这档小棕玉 那你看这两三天 到今天为止这两三天 应该有当你赚了十几块价差了吧 这支股票小棕玉 你当时你在前两三天 有跟我们线上符文 连络到的人 对不对 你到今天为止 你至少都赚十几块价差了 对不对 那十几块价差代表什么 买一张就赚一万多了 你买五张就赚五六万这样 你买十张已经赚十几块价差了 对不对 才花你多少时间 而且患者的角度 你只要踏出这一步 你自己知道这一步 只要跟我们线上符文 联系上 我没有让你 我没有给你任何的负担 我让你零负担的情况之下 先把股票跟你分享 无条件跟你分享 你到现在为止至少 我讲对不对已经赚十几块了 那你说老师 小综艺最近已经涨了 这两三天涨了十几块 为什么还不公开是哪一档 因为我觉得这档股票 我觉得还会涨 我还是看好 我觉得如果有震盪拉回 我还要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基本面这么好 对不对 这个利多最近搞不好 哪一天会蹦出来 那你绝对 我们说做股票 绝对不是等到利多蹦出来的时候 才去买 才去追价 你一定在震盪逢回过程当中 赶快先卡位布局等它 对不对 所以不论你在短线 你做波段的 我相信你今天都已经赚到钱了 没有错吧 小综艺这档股票 好 那你说小综艺这档股票 我们也讲的 也许它价位稍微高一点点 也许很多 有些资金比较少的投资者 可能当时不敢买 不 没办法买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也许因为前几天 你看到盘指数打到八千点 你看到很多专家在恐吓你 你也想说 大盘指数会不会跌到七千八 会不会跌到七千五 会不会跌破七千点 会不会崩盘 所以我相信 很多投资朋友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也跟我反映了 老师那整整天 我怎么敢买股票 我怕崩盘 我怕跌到七千年 我怕跌到七千 那你错过了小综艺 的买点的 错过东洋小综艺买点的 投资朋友 你说老师 还有股票吗 还有标的吗 有 我想我在这边帮够投资者 筛选的出这一档 小东洋 那我为什么挑这一档小东洋出来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会急的想要赶快 有没有标股 可以不会赶快反败为胜 赚大钱 那谈到这一档小东洋 我个人的看法 我提供给你做参考 来你看 我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认为在整个中低价的 生计股里面 在整个中低价的生计股 那你说什么叫做中低价 生计股里面 这一档小东洋很简单 好来看这边 这边少播稍微放大一点 目前的股价 不到东洋的一半 目前的股价 不到东洋的一半 所以代表五六十块有早了 对不对 那这一档中低价的生计标股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中低价股票里面 特别在这两天 帮你筛选出这一档 因为我觉得 就以基本面的角度 听清楚 我在做股票你知道 我都会从基本面着手 为什么 因为有基本面可以保护你 所以我们东洋 不怕短线大盘指数怎么震荡 今天股价再写下新高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从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着手的话 这一档东洋 我觉得应该是在所有 听清楚 在所有的生计股里面 这些中低价的生计股里面 如果你想 像之前的 上个月的浩鼎之上 可以标七十几%的 如果你想要像 能不能老是 还有没有这种生计股 可以像中玉 这种起一半的吗 可以像这种浩鼎 起七十几%的的股票 但是不要像浩鼎七百多块 不要像中玉 要三百块的股票 有没有便宜的 有没有中低价的 但是有台人说 有台股票 我们必须吃嘛 便宜嘛 不一定代表好货嘛 所以在一些比较 有些真的很低的生计股 你看我都连提都不想提吧 因为他真的没有基本面嘛 因为他真的公司 民运不好嘛 但是我说如果真的公司 未来可能有 發展的前景 如果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 来着手 他很有机会 可能有机会 像过去前阵子的浩鼎 终于在标的 中低价的生计标股 能够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照顾我们 所有股市群慧的忠实观众们 所有我们FB股市群慧的粉丝团 投资朋友们的 我说真的 我从整个生计股最近的一个 基本面 甚至技术面来看 我觉得应该 在整个中低价里面 目前的股价只有东洋不到一半 不到东洋的一半的这一档股票里面 应该未来可能只有这一档 最有潜力 最有资格向浩鼎 向终于这样飙涨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今天最后一天的 无条件的 跟各个投资的分享 我真的希望各个投资朋友 不论过去这段时间 你自己操作 或跟着其他专家操作 不管你有没有赚到钱 我都希望你从明天开始 都有机会 在股票市场里面 反败为胜 赚大钱 这一档 我认为在整个中低价的 生计组织里面 如果就整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它应该是最有机会 像中玉 像浩鼎 这样子狂飙的这一档生计股 我今天 最后一天 无条件的 在节目当中跟你做个分享的动作 你赶紧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 详细的情形 我们待会下班长有时间再谈 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止痛心观念 要止痛先消炎 三支雨伞标消炎止痛定 不是肋固醇 不是抗生素 三支雨伞标消炎止痛定 台北影响大展 世界品牌汇催 国家交响乐团 顶级影响现场演绎 十七到二十 圆山饭店 选购影响超时拥有 跟都跟不上 喔 那走到哪里飞 喂 油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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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是 LANU金亮气垫鞋 大抵清函 还有气垫帮我撑腰 LANU 我吃过药了吗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啊 吃过了啊 我有关瓦斯吗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脑循环不良 可能造成记性衰退 群立宁可增加脑循环血流量 帮助改善记性衰退 群立宁 老乡 你好 你好 你老鬼老 要负脱道呢 当然了 现在台中市政府啊 又补助我们装假牙呢 不仅如此 连我们各阶段的照顾 都有妥善的安排啊 哦 是什么 从你健康时的生活 学习到长情快乐学堂 甚至建立社区照顾的体系 就算是需要长期的照顾 政府都准备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愉快了 对啊 台北国际旅展 今年最后抢挡18到21 就在圆山监验馆 不管怎样 总有人跟你一样 下载BANG 无所不良 不无聊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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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盛国际精品 年终巡回贩卖会 台湾精品全面下沙 一折起标 钻石明表名牌包全部出清 一键不留 12月17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 超级VIP之夜 台北神旺大饭店 预览专线 0800 268 777 日盛国际精品 欢迎回来 继续看怎么来寻找标股了 我想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跟投资分享的 那我会讲的说 如果你喜欢做标股的 在整个生技族群里面 有没有类似之前的 像浩顶这种标准的生技股 有没有类似之前 像中域在整个上个月 飙涨一倍的这种生技股 我想我也帮哥头说筛选出来了 整个既 东阳这些股票飙涨之后的 这档小东阳 这档是一个中低价的生技标股 那我刚刚也跟投资讲 在整个这些中低价 股价不到东阳的一半的 这些中低价的生技股里面 我认为如果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 产业面角度 甚至从技术面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档股票是最有机会 向未来 未来像浩顶 像终于这样飙涨一档股票 那为什么 因为它潜在有两大的超级利多 而这两大超级利多 这个详细的基本面 我今天无条件的会跟你做分享 你只要恰询我们服务人员就好 那我跟你讲 这两个超级利多 不要多两个全部给你实现 一个就好 那我只要随便实现一个 这个股票直接先翻五成到一倍 甚至如果这个两个超级利多 未来在整个可预见的这段时间 未来的我可预见这段时间里面 我讲的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 就是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可预见这段时间里面 一旦可以实现 我跟你讲 这档小东洋 搞不好有机会翻倍 股价超越东洋 那未来如果真的有机会翻倍 股价超越东洋的这档小东洋 我今天最后的 该跟投资五条件的分享 请你现在赶紧跟我们线上 保持联络好不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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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